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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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非常愿意卖给他 为什么 他本事大 路子广 别人都怕他呗 这饭馆也是你爹开的 这些人都是他的伙计 他才不是我爹 大郎 去拿几桃鱼 到乔同学等车 我想带友才一起去 行 别让他跑了 下车 新鲜黄鱼 大龙哥 这是干啥 新鲜黄鱼 师傅 要鱼吗 允兴见不 还没过夜呢 什么价 一块五 这么贵 都这价 上次才卖九毛 便宜点行吗 你要多少 两三麻袋 两三麻袋 能成 进阵左边署第三家饭馆门前停车 好嘞 吃饭不要钱 好 再见 你为啥要藏鱼 你为啥要藏鱼 人家不让补 更不让卖 抓住要罚款 那你为啥还要卖 挣钱吃饭呗 人家是谁 政府的人 鱼政局的工商局的乡政府的还有鸡刹队的可凶了 可是鱼为什么不让补也不让卖呢 我也不清楚 听说这黄鱼是国家名贵水生动物 只有咱青海湖才有 刚才咱见的那个最大的有四五斤 你猜 它长了多少年 四五年 四五年 告诉你吧 这种黄鱼一年只长一两 十年才长一斤 那它不是有四五十岁了吗 那当然 那你见过的最大的一条黄鱼有多大 二十六斤 那不就有二百六十多岁了吗 那可不 要不怎么说它珍贵呢 你爹就是靠贩卖黄鱼发的财 他才不是我爹 我有自己的爸爸 大龙哥 你就放我逃走 有才 你说咱俩是朋友 要是朋友的话 以后就别再提逃跑的事 小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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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 过来 死到屋里干嘛 还不跟你爹去放羊 信他妈 就让小锁在家里待着吧 待着干嘛 你不说难还好吗 那你该放羊 顶个人屎 给 走 去 跟你爹放羊去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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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妈妈 干啥 给你送饭 瞧吧你吓的 你哭了 我才没哭呢 爹 娘家我给你送饭来了 妈妈 爹 给 好 给 来 拿上 我吃惯了 好鲑鱼 小财 我看咱也别套串了 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怎么样 要不然我把它全买了 我才不稀罕呢 我们家的玩具比这些都好 我就不信 你爸爸能比我有钱 我爸就是比你有钱 我爸还有本田小卧车呢 你有吗 你小子还真能吹 我没吹牛 我爸就是有车 好 敢面我也买来大鸡车 让你瞧瞧 我买来大卡车 六吨的 怎么样 谁不知道 你是为了偷卖黄鱼 你是买坏的 小祖宗 你别乱喊 你要我的命 你再说我卖黄鱼 我打断你的腿 他爹 孩子 来 你别对孩子那么凶 你知道个屁 这小子没安好心 他在大街上嚷嚷 说我卖黄鱼 我就喊 我不在你家住 你放我走 别喊了 孩子 想走 没那么便宜 你是老子 我花了四千五百块钱买来的 要走行 拿钱来 你 想啥呢 我想我弟弟不知道他被卖到啥地方去了 别想了 想也白想 过一阵子住惯了 你就会忘了 我不在这住 不要跑 大龙哥 西宁有火车 从这到西宁有多远 有好几百里路呢 要坐一天车 你个小娃家去不成 小索哥 小索哥 你看我抓了这么多的虫子 这个叫啥 给老婆 这个还有棺材板 盐葫芦 你懂得真多 这算啥 还有好多好多的小虫子 你数都数不清 来 是糖 你咋有糖 是个阿姨给我的 不是阿姨 她肯定是个坏蛋 是她和那个男坏蛋一起把我们骗来的 坏蛋怎么会给你糖吃呢 我也不知道 小索哥 你咋会是我哥呢 要是我哥 我以前咋不知道吗 我叫欢欢 我叫小索 可我爹说你叫小索 是人贩子把我卖给你家的 啥叫人贩子 就是专门拐卖小孩的坏蛋 我恨死他们了 他们把我哥哥也给卖了 你还有个哥哥 他叫天天 本来我俩是来看海的 可没想到 小索哥 天要下雨了 快把羊赶回家 走 快走 走 走 你家里ował 走 他们鼻子 最好的 传奇 这是你你的事 少插嘴 你说 说呀你 阿姨 真是你阿姨 不要吃了我的 不要打开 连生娘都不交 说 你说呀 我看你小子小娘吧 闹啥闹 不就是一只羊吗 值得去打娃娃吗 你有钱 当你有十万八万的 就你能 一只羊咋 瞧你这穷家破院的 还硬充有钱 打他一巴掌你就心疼了 还把他当成你亲儿子不成 臭婆娘 你再说一句 看我不做便宜 卖黄鱼 师傅 要不要黄鱼 多少钱 一块五 可以 可以 你等一下 主才 师傅要买鱼 我带他去 走咱们回家吧 大龙哥 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帮你等车行吗 你能行吗 早都开会了 放心吧 那好 你在这儿等着 等着 好 什么 我出去 都开心 初手 黄鱼 多少钱一斤呢 初手 我把鱼送给你 我想去西宁 你能带我去吗 好吧 从那边上 建叔叔 上来 把门关好 大佬 有财 在乔头帮我截车 什么 是你把他放跑的 是不是 我没有 没有 大佬 我告诉你 有财要是找不着 我可饶不了你 你个傻子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找人去追 平州离这可远得很 我是被人骗来的 卖给了王广林 我帮我帮你 你在王广林家住 他说让我给他当儿子 还说花了4500块钱 叔叔你干什么 叔叔 叔叔你别掉头 你不是往西宁开的 这4500块钱 你得给我赔出来 广林 你小声点 人都跑了 我还怕什么 你 老板 这里正外都找遍了 就是不见那个孩子 你们这帮磨囊废 连个孩子都找不着 快去给我找 活不见人 死我也要见尸 快 快来 广林 你在这儿孩子死呢 我这4500块钱都打了水漂 你难道不心疼 咱慢慢找 找 这屁大点的喜马河镇 他能藏到哪去 准是笨西宁了 大龙 你个王八蛋 老四角 给我下来 放开我 王老板 王老板 这是你的儿子吗 是 是啊 这小家伙想跑 他正巧坐我的车 我就给你送回来了 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 大龙 给李师傅车上装点黄银 快 不用 干嘛 得好好谢谢人家 不用 那我走了 好 走了 慢走 孩子 你跑哪去了 闪开 他爹 你这是要干啥 要干啥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 你跑啊 小王八蛋 你在跑啊 跪下 我不跪 放开我 你又不是我爹 你为什么要我跪呢 放开我 我就是你爹 今天你不跪 好 我用家法收拾你 我让你跑 你给我站住 我让你再跑 让你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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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爹 打两下抽出去就算了 你躲开 我今天要废了他 我让他再跑 我看你今后还敢不敢跑 你再想不懂事 你就饶了他吧 你给我躲开 不然 今天老子我连你一块儿打 好啊 反了天了 我让你跑 你躲开 快躲开 我求你 我求你饶了这孩子 要打 你就打我吧 你呀 孩子 来 喝口酒 消消气 其实有才也挺可怜的 都是你把他惯坏的 又不是你亲生儿子 你咋就那么心疼呢 大龙哥 我来吧 大龙哥 大龙哥 去 去 大龙哥 给我 有才 你要是再敢跑 推给你打断 大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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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我不想理你 大龙哥 老话说得好啊 乱世里出忠臣 棍棒下面出孝子 你往后看吧 我非把有才治理成孝子不成 你信不信 我信 我信 要不然 这么多人放黄瑜 咱你就能当黄瑜王 不就是你会治理人吗 来 喝酒 要说我混成今天这个样子 也真不容易啊 过去我那个穷啊 谁理我啊 别说是在这湖边 就是在这喜马河 有哪个借了我说句话呀 你信不信 在这牌桌上 我借不出三毛钱来 在小铺子里 我设不出半两酒啊 别说是结婚了 一年到头 要是有谁家的大姑娘 跟我说上一句话 我这心里头 你怎么能热乎半年呢 行了 现在咱的日子也好了 不愁吃 也不愁穿 你就看咱这摆设 在这青海湖 咱们可是属头一份吧 是啊 现在咱们是要钱有钱 要房有房 我这心里头 没有别的惦记 我就想要个带一半的儿子 给我继承家业 我一想到这事啊 这心里头就不痛快 以前 我总是怨你 后来才知道 是我自己的毛病 雨绣啊 你说 我咋就命中无子呢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现在咱不是有儿子了吗 你是说有才 呸 别指望他 到底那不是亲生的 从骨子里就透着不亲 我这也是没烦 其实有才这孩子心里挺好的 懂事模样也好 要我说咱往后哄着他点 大龙哥 不胜我气了好吗 你不讲信誉骗人 大龙哥 我没想坑害你的 你知道 我是被卖到这里的 我逃跑 主要是想找我弟弟 弟弟是我带出来的 现在丢了 你说我能安心吗 算了 别难过 我不生你气了还不行吗 真的 有才都十多岁了 懂事了 他知道自己有爹有娘有家 一时半会儿 别指望他对咱好 要慢慢来 咋个办法 咱得疼他 给他吃好穿好 日子久了 他就会安下心跟咱过日子 你可别耍那火爆脾气 咋说也是父子俩 你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 闹得形如水火 他咋能听你的 我这是心急 我一看他那个不理不睬的样子 我就来气 别喝了 他爹 你可得琢磨清楚了 我这肚子 再咋也生不出来个芽芽蛋蛋 这有才可是咱后半辈子的指望了 我知道 不然我何必花钱买它 我有钱没出花 净烧包 这沉迷的孩子都任性 娇贵着 等养熟了 他就会听咱的 到那时候你在棍棒底下出孝子也不迟吗 我去找你 这儿行吗 明秀 叫友才 回来吃饭 乖友才 你爹吓你吃饭 我不吃 饿了一天了 咋能不吃饭 快走吧 天黑了 外面凉 可别冻出病来了 来 快走 冻死活该 你省得他打了 你爹是生你的气才打你的 只要你往后听话 娘保证再不打你了 不吃饭咋行吗 走 来 在家里吃过这么好的饭吗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孩子不是正吃饭的吗 好 有才 吃 多吃点 吃 吃饱了 妈还给你做碗鱼汤 你等着我给你端去 不喝汤 得喝 看你现在瘦的 我得给你好好补补身子 你等着 有才 还生爹的气呢 爹打你 是为你好 我是疼你 你也看见了 爹不要说是在这喜马河 就是青海湖 爹现在也算是有钱的人物 是吧 你想 爹辛辛苦苦挣这么多钱 是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你 你要是跑了 爹的钱留给谁 谁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你一句一个爹 谁知道你是和谁说话 我跟你说话 我不就是你爹吗 不是 我不是你爹 我是谁爹 你爱是谁的爹就是谁的爹 反正你跟我没关系 你个王八高的白眼了 简直他妈是条喂不熟的狗吗 我今天我要不揍死你 你别乱来 要是把我打个好歹的 你可损失四千五百块钱 你要考虑清楚 我他妈豁出去了 好好的一家人 怎么说闹就闹起来了 有才 有才快来跟你爹回话 我才不跟他回话 他本来就不是我爹 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养着他 走 走去走 你别管 闪开 大佬 他爹 你给我过来 什么事 有才 这可是你自找的 从明天起 你就是我的故宫 你给我干活 我给你工钱 什么时候 你把四千五百五千给我挣够 我得放你走 大佬 我把他交给你 跟你一块住 你给我好好看着他 你要再让他跑了 我包了你的皮 姐姐 别说了 走吧 明天天不亮 就给我干活去 不准偷懒 不准耍活 给我干重活 干累活 饿死你 累死你 别生气了 不准偷懒 有才 怎么样 放着好好的少爷不当 要干的小工 你这心里头舒坦吧 我不想把整个饭 好好 有志气 那你就好好干吧 什么时候还清我这四千五百块钱 你什么时候就可以走 有才 你看 这是怎么洗的 这洗干净了吗 我 这 这 你 你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用秀 你跑不了了 大龙哥 大龙哥 我早料到你有这一手 知道吧 那叫藏鸥 听说过没 他咬死过一头山豹 三只大灰狼 我特地从扎西那儿借来 专门对付你的 你真是胆敢迈出这门半步 非咬死你不可 大龙哥 我想出去撒尿 撒尿 跟你说过 在那儿呢 我不是不习惯吗 不习惯 慢慢学呗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大龙哥 扎西是谁 扎西是我的一个朋友 扎西 扎西 名字挺怪的 像外国人 扎西是藏族人 在湖边放马 本来我还想带你去学骑马 现在 你就带我学骑马吧 学过来骑马 你跑得更快 没门 不会的 大龙哥 求你了 绝对不会的 你就带我去学骑马吧 好了 睡吧 谢谢你 回来了 准备吃饭吧 好 喂 我是平州长途 找哪位 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刘尚武 好 等一下 喂 舅舅 我是志强 志强 我告诉你 天天和花花根本就没到我这来 没有 那315一家呢 我也去问过 根本就没见着 志强 我说你们闹的什么事 都这么一把岁数了还离婚 离的孩子都跑了 离婚这事是他坚持的 行了 你也别骗我了 李平给我打过电话 电话里哭了半天 说你在外面有女人 是的 我也不好 可他也太不谅解人了 谅解 谅解你 那你要自己行为说的过去才行 你总不能自己 好 好了 舅舅 就这样吧 舅舅再见 志强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消息了 我最近很背 我哪有什么好事 别逗了 你猜什么 猜不着 再说我也没这个心情 出口许可证披下来了 怎么样 高兴了吧 高兴 你得好好感谢感谢我 谢谢 喂 丽萍 是的 是我 我是志强 怎么样 你为了你舅舅了吗 他们去了吗 没有 丽萍 你们家在外地不是也有亲戚吗 是啊 天天欢欢 会不会投奔他们去了 我马上打个长途问一下 志强 要是找不到怎么办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丽萍 我都快急疯了 你别着急 找孩子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你千万要保重身体 你本来就有心脏病 你就别管我了 赶紧抓紧时间找孩子 丽萍 好 咱们都赶紧联系 就这样 好 服力 等会 人 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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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 还没睡 睡不着 睡不着也得睡 明天早起来跟我干活去 睡不着 还不睡 不睡 看他回来怎么收拾你 收拾就收拾 谁怕 大不了一死 死也比有些人当奴才强 还不怕 吓我 吓我谁 我才不怕 让人家欺负得像乌龟似的 连吭一声都不敢吭 你凭什么让他随随便便的打 又不是他儿子 又不是他孙子 又不是他花钱买来的奴才 现在是新社会 不是地主胡焕三的天下 干嘛不回去 你们成年的孩子懂个屁 你猜 我虽然连屁都不懂 可也不能不想我弟弟吧 带他出来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怎么样了 你说我能在这儿待得住吗 我心里的苦 你能理解吗 你当然理解不了了 你有没有弟弟 你怎么知道我没弟弟 你有弟弟 当然有 那你弟弟又没丢 睡觉 你们这些城里人 都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 你和你弟弟泡在蜜罐里还不知道甜 跑出来折腾啥 我看现在活该让你受罪 我们不是想看海吗 这海有啥看 能当饭吃 能当衣串 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他们连学费都交不起 你还有心思来看海 真是 怎么会交不起学费 我家里穷 没钱 如果不是为了让弟弟妹妹能上得起学 吃得起饭 我才不给王冠林干活 那你为什么不给别人干活 王冠林有钱 给他工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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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喧闹的世界上 人人需要一个温馨的家 你有一个家 我有一个家 在这喧闹的世界上 人人需要一个温馨的家 打给你 习近日 水 凯枇 汤 市 要 和你永远将粗糙 家是儿和女 家是爹和老 家是一根扯不断的糖 腾上接着酸甜苦辣的瓜 腾上接着酸甜苦辣的瓜 有人说家是气神的暗磨磨 有人说家是缩伤的铁铁房 有人在乘家 有人在拆家 家是一生读不完的书 谁懂真心 谁才能不懂它 谁懂真心 谁才能不懂它 每家都快成家有了家木柴塔 不要总向路边看 世上那有永远看不败的花 每家都要成家 有了家都要爱它 人有金山要千树 不由于天山要千树 不由家都要轻微赶 不由家都要来 爱心的脚